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中美兩國因氣球事件關係緊張之際 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南海舉行聯合演習 駐日本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新聞稿表示 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和海軍陸戰隊 第十三遠征部隊在南海進行演習 在星期六的演習中涉及艦船、地面部隊和飛機 但未有透露演習是從何時展開 以及是否已經結束 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阿加納集團創辦人普利郭任預期 要完全奪取烏克蘭東部頓列茨克和勞金斯克的控制權 需要一年半至兩年時間 若要奪取蒂斯帕羅地區則預期需要三年時間 他又指阿加納集團的僱傭兵 目前繼續在頓列茨克地區 爭奪巴克姆特的控制權 並與烏克蘭士兵激戰 他指烏軍士兵富裕頑抗 俄方仍未完全包圍當地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表示 由於烏克蘭戰爭 以及存在被俄羅斯執法機構 任意逮捕和騷擾的風險 要求正在俄羅斯居住和旅遊的美國公民 納克離開俄羅斯 並呼籲美國公民不要前往當地 大使館表示俄羅斯安全部門以莫須有的罪名 逮捕美國公民 拘留和騷擾在俄的美國公民 拒絕給予他們公平和具透明度的待遇 並在秘密審訊裡 在沒有提供可靠的證據的情況下 將他們定罪 當局又對美國公民宗教工作者 任意執行當地的法律 並對從事宗教活動的美國公民展開可疑的刑事調查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上個月表示 已經對一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公民 提出刑事訴訟 美國國防部表示 美軍在鄰近美加邊境幽輪湖上空擊落不明飛行物 曾經在美軍基地附近飛行 不但對民用的航空構成威脅 也可能是一個監視的工具 五國大流的聲明裡說 有關飛行物 近日在蒙大拿州上空的敏感軍事地點附近被發現 令美方關閉領空 美軍根據總統拜登的命令 當地下午兩時多使用F-16戰機將他擊落 雖然他沒有對軍事構成威脅 但可能會干預到民用航空交通 並可能進行監視活動 美國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就說 這個不明的飛行物呈八角形的結構 並懸掛了一些繩 而這次是美國連續第三天擊落高空的物體 土耳其的強烈地震發生一星期 連同倫國敘利亞增至超過3萬4千人死亡 土耳其當局試圖維持災區秩序 並開始對建築物倒塌的問題 對超過130人展開調查 土耳其司法部長表示 檢察院根據當局的指示 在受地震影響的10個省份設立地震犯罪調查局 撤查大量建築倒塌的問題 目前至少12名相關的負責人被拘捕 至於在敘利亞 地震之後很多人都下落不明 家屬湧到災區體育館等等的附近設施 尋找失蹤的親人 聯合國主管人道主義事務副秘書長格里菲斯說 當地只開放一個過境地區 承認在運送聯合國緊急救援物資上遭遇到困難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表示 在西方的強大壓力之下 塞爾維亞可能很快會制裁俄羅斯 局勢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一起和巴士的報的評論員Anthony談談 Anthony 你好 2月11日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表示 在西方強大的壓力之下 塞爾維亞將別無選擇 可能很快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俄羅斯駐科爾維亞大使 哈爾維科表示 俄羅斯是明白塞爾維亞面臨的嚴峻形勢 外方拒絕追隨西方 對俄羅斯制裁 堪稱英雄之舉 據俄媒的報道 武契奇說 預計俄烏衝突將在未來6個月會大幅升級 他認為儘管現在俄烏戰士已經是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跟未來的場面相比 到目前為止的戰鬥幾乎是不值一提 現在是濕濕對的 他說我們對國家這樣做法是非常之不利 武契奇就說到 他說儘管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的關係已經是面臨非常之大的壓力 但是戒時這種壓力還會是現在的兩三倍 在西方斯加強大壓力之下 塞爾維亞是被迫加入對俄羅斯制裁的行列這樣說 他還說我不會隱瞞任何的事情 現在我確實是盡可能這樣拖延出台制裁俄羅斯的措施 我知道什麼時候做才是正確的 但是制裁的時刻已經臨近 恐怕不到幾個月 武契奇說四五個月之前 他還認為烏克蘭在西方提供武器 資金和情報的支持下是佔著戰場的優勢 但是現在誰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還很難說 如今的俄羅斯人在俄烏衝突的問題上是團結一致 特別是德國這些西方國家宣佈向烏克蘭提供 主戰坦克在這件事上實際上是提高了 俄羅斯的獲勝機率 俄羅斯駐塞爾維亞大使哈爾勤科就表示 塞爾維亞拒絕支持西方制裁俄羅斯是英雄之舉 俄方是給予高度的評價 俄羅斯新聞發言人貝斯科夫在幾天就這樣重新說 我們對塞爾維亞面臨著的難以置信的壓力 表示理解 哈爾勤科補充說要從大局上去看 要看到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在能源和其他領域 可以繼續合作的機會這麼說 俄烏衝突爆發了之後 姆士奇在支持烏克蘭領土完整的同時 已經是多次表態是不會改變立場 是不會跟隨西方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那他去年5月的時候表示 他說儘管塞爾維亞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塞爾維亞將會全力抵制對俄羅斯私家制裁 因為對俄羅斯制裁會影響天然氣和能源的價格 而塞爾維亞的經濟發展100% 是離不開俄羅斯的天然氣 姆士奇在12月16日說到 他說只有在國家生存 受到威脅的時候 才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意思就是說現在他覺得塞爾維亞 是面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 就在塞爾維亞拒絕站隊西方之際 科索玉地區的局勢是躁然升溫 塞爾維亞和科索玉當局 經常圍繞在汽車牌照、身份證典、禁令問題等等 他就這樣展開了博弈 局勢是持續緊張 與此同時 歐盟和北約就對塞爾維亞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北約不僅拒絕塞爾維亞在科索玉地區 部署軍隊和警察的要求 他們駐在科索玉部隊 他還在敏感的時間宣布擴大當地的部署 而且還舉行戰術的軍事演習 這樣就給了很大軍事壓力 塞爾維亞了 謝謝Anthony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很歡迎內地公佈將於本月20日起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署 以便利大灣區內地人才南下來到香港 進行指定領域交流訪問 他相信措施將會促進區內人才互動 為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注入更大的發展動能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帥在報章摘文 提出《基本法》23條立法 以至公眾諮詢 郡不宜在本年展開 目前香港要聚徵會臣 逐記預謀發展 保安局回覆查詢時表示 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 在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並有其實際的需要 除了需要有效應對過去和現在的 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之外 立法建議並須具有足夠的前瞻性 必須在執行方面切實可行 並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發言人說 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展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 並會適時展開公眾諮詢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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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